欢迎来到美厅 痛苦是一个人开悟的唯一方式 这些年,我读过很多名人传记 整理对比之后发现,很多人失忆、受挫、懊悔的时刻 恰恰也是他开悟、觉醒、改变的契机 苏氏一生大起大落,饱受流离之苦 在世事臣服中化身苏东坡,被后世景仰赞颂 曾国藩经历过七次落地之耻 尝过工业,尽负东流之痛 才在磨难中修炼成千古完人 心不死则道不生 能使一个人觉醒的,是他经历的痛楚 能改变一个人的,是他撞过的南墙 痛苦是一个人开悟的唯一方式 一,病重无力时,方知健康无价 名利与生命相比较,哪一个更重要? 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却为了名利透支自己的身体 财经女作家叶谭在财经评论界展露头角后 很快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创业之后,工作连轴转势常态 尤其在公司开展直播业务后 她的睡眠更是被大幅度压缩 三餐也吃得极为潦草仓促 中压之下,她胸痛的老毛病越发严重 最痛苦的时候,她甚至穿不上内衣 但她依旧不以为意 直到某天直播后,她倒了下去 去医院检查,确诊乳腺癌四期 此前的她奋斗,拼搏,意气风发 之后的她化疗,脱发,连走路都变得困难 当人生被迫重启 她这才后悔当初没有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复旦大学博士于娟患癌后 曾在弥留之际写下一段令人心痛的文字 如果还有明天,我不想去控制大局小局 课题也好,任务也罢,暂且放着 我只想每天看着我爸妈牵着女儿的手 蹦蹦跳跳去幼儿园上学 生病之前,我们预念颇多 想工作体面,想买大房子,想环游世界 疾病缠身时我们才在痛苦中顿悟 养一个好身体,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 不要等到为时已晚,才悔不当初 2.被社会毒打,方悔,读书太迟 网上有个话题,有哪些让你非常后悔没有好好读书的瞬间 底下的回答非常扎心 大概是看着考入大学的同学 过着我梦寐以求的生活的时候吧 进入社会兜兜转转,改变无力 只能始终在底层挣扎的时候 人只有在被社会毒打后才会明白 放弃读书,其实是在让读生活的选择权 导演殷洛拍摄过一部东莞工厂的纪录片 纪录片里的主角都是90,95后 只有小学或初中学历 他们的生活,让人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无力与绝望 饭菜几乎没有任何油水,十几个人挤在狭小的房间里睡觉 每天在沉闷的车间埋头干最苦最累的活 受伤更是家常便饭 做修理工的男孩,被机器割伤手指血直往外冒 却也只是简单贴了个窗壳贴,就回到工卫继续干活 做汉西工的女孩,一双手常年累月在烫伤 过纱布中反复留下无数丑陋的疤痕 他人的青春在教室里学习,在操场上嬉戏 他们的青春被浸泡在机油位里 被淹没在机器的轰鸣声中 面对采访时,他们迷茫又懊悔 不知道自己的明天在哪里 后悔在该读书的年纪早早进入社会 黑发不知秦学早,白手方悔读书池 不要在该读书的年纪,把学习不当回事 如果你没有含着金钥匙出声,也没有贵人铺路 那么读书才是向上攀爬时最轻松的路 毕竟,学习的苦比起沉重粗利的生活 真的可能连个喷嚏也算不上 生活中,我们见过很多这样的人 一个工作岗位干熟练了就不挪窝 一招被裁员,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在公司时不求上进 一旦出现变故,他们成了最先出局的人 这个时代,技术,理念的更迭日新月异 当你抱着混日子的心态工作时 其实距离被抛弃已经不远了 说两个我朋友的故事 一位是我在纸媒时认识的一位报社资深记者 他每天敷衍对付着工作 周末宁愿宅着追剧 也不愿意做走访 练文笔,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后来报社没落,新媒体兴起 他的老技能跟不上新趋势 赫然在裁员的名单里 另一位是我多年的好友 他原本是一家小公司的副总 但他却在34岁的职场高龄 从原公司离职 应聘成为一家顶尖企业的终极雇员 周末他还在复习英语 准备报考中山大学的硕士 两人原本都有不错的起点 但一个选择躺平 一个选择精进 人生自然有了云泥之别 时代的变化落在个体身上 有时是疾风咒语 有时像剑刺落下的雪 走着走着 肩上就传来阵阵凉意 不要等到面临被淘汰 才后悔曾经的不思进取 无论处于哪个时代 个人核心技能越强 摆在你面前的选择才越多 不断提升自己 当机会破门而入时 你才能稳稳接住 四 受尽冷遇后 才知社交不如自强 钱中书先生曾在《论交友》中写道 我们讲交情 开面子 目的不在朋友本身 只是把友谊作为可利用的工具 社交的功利性 被前老分析的鞭辟入理 许多人攒人脉 混圈子 无非是想借别人之手服 自己一成 受尽冷眼后 才知道没有实力加持 所有社交都是浮云 编剧录JJ早年 刚进写作圈时 给自己印了一盒名片 他奔走于各种读书论坛 书展牵授 传媒讲堂 想给自己拉关系 找机会 他幻想自己立马就能出名 现实却让他不断遇冷 有人无视他 有人冷冰冰拒绝他 更有人无情地嘲讽他 这未来的大作家 还得自己亲自递名片啊 那段四处碰壁的日子 令路JJ彻底醒悟 想获得资源 必须让自己变得有价值 他不再四处瞎混 而是专注创作剧本 拿下几个编剧大赛的奖项后 业内许多前辈 纷纷找上门来 成年人的世界 向来都很现实 你的实力 资源 早已在暗中 帮你标明了价格 实力弱的人 到哪里都是靠边站 强大的人 才能看到好脸色 所以 不要觉得圈子可靠 可靠的 永远是你自身的价值 本事不够 到处都是门槛 本事大了 自然有了贵人和圈子 五 一无所有食 方物家人可贵 王小波说 家 是我们在这个世界最后的去处 年岁越长 对这句话的感触越深 许多人在年轻时候 只顾着拼事业 攒家底 欠下许多陪伴家人的账 亦或者年少轻狂 亦是糊涂 伤害了身边至亲的人 走过半生 默然回首时 才发现自己在这世上 已是孤身一人 我有位朋友 做工程时赶上了好机遇 赚得盆满钵满 有钱了 他人也飘了 每天不是在酒桌上 就是在去酒桌的路上 家中的事情 他不问孩子的学业 他不管 在风月场所 认识一个年轻姑娘后 他更是好多天都不着家 妻子痛定思痛 跟他离了婚 将孩子带离了伤心地 像是某种玄学 妻儿离开后 他的事业也一落千丈 经手的项母接连爆雷 他变得负债累累 此前缠着他的姑娘 拉着他喝酒的兄弟 都迅速远离了他 偏偏这时 他重病住院 除了家里的老父老母 妻儿的影子也不见一个 在医院吃多了粥 他格外怀念妻子做的饭菜 看到别的病友 一家人其乐融融 他也只有羡慕的份 四十多岁的男人 回首往事时 只有一把老泪 家人之间的扶持 依靠 是相互的 一个人 在该承担家庭责任的年纪 敷衍堂塞 在最该照顾家人的时候 榴莲花花世界 那么等着他的 必定是凄惨的晚年 承担起责任 照顾好家庭 才能在暮年时 拥有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的幸运 王阳明说 精益觉者 长一致 痛苦 往往是开悟的好时机 做人 最可贵的是反思 不要白吃苦 好了伤疤忘了疼 经一挫折 就要多一分醒悟 立一痛苦 便要成熟一些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